全球化时代竞争激烈 创新恐怕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质 美国史丹佛大学的设计学院 就让不同专才的人一起工作 跨领域激荡出创新的设计 台湾有一个脑神经外科的医生 他就跟一位工程师合作 他们体贴病患的需求 设计出一款外形长得很像保险套的医疗器材 让年轻病患觉得用起来很酷 大大提高了使用率 天下影视团队就为我们 深入史丹佛大学 去看看这个学校如何做到创新这件事 你心目中的梦幻大学是哪一所 美国Prinston Review的调查里 Stanford大学连续两年 被美国父母和高中生票选为最梦幻的大学 今年Stanford的录取率不到6% 竞争激烈 其实我来这边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就是 大家都比我同 然后我总说很笨 就比如说在台大的时候 你可能像是就是坐在教室里面 然后很被动地一直接受老师说给的应付这样 这个123年历史的大学 创新的魔法究竟是什么 就是Stanford这边是从来不点名 所以学习的责任就是都是在学生身上 环境很重要 这边那个环境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都是台湾最优秀的学生 而到了这里 学校却翻转了他们的世界观 重燃他们进步和创造的动力 深入校园我们发现一个学校创新的三个关键 这里是Stanford最有创意的设计学院 第一学校的执行长Sara告诉我们 空间怎么启动创意 第一个是很简单的 它是很简单的 它是很简单的 例如我们在学校的一件事 是管理能力 人们在这里走进来 我只是在这里感觉更加創创意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给大家的建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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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的玻璃宽敞的空间 穿透开阔的视野 高脚椅懒人沙发 每个空间各有情境会说故事 不管你是活泼或内向 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角落表达自己 除了空间 这里更鼓励你当个首座的《Maker》 这是我们的制作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創创的一部分 使我们在虽然 세상起来缺陷造一个认语的思考 计计计的思考 落实想法不怕犯错 做就对了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这是一个学生十分专业的项目 而食文至此的比率高 原本学生想出制造便宜的保温箱 但拜访了医院才发现 问题出在偏向父母 根本来不及把新生儿送到医院 于是学生做出在家可用的保温睡袋 量产让穷人负担得起 不同背景的混搭学习 教会他们解决复杂的问题 来自以色列的NAMA 曾是军队里的工程师 在Discord的一门跨医学与设计的课程 竟让他和一群医师们并肩合作 其中一位是来自台大的脑神经外科医师 Daniel 洪伟珍 NAMA和DANIEL的老师是一位 NAMA和DANIEL的老师是一位 小儿外科医师Dr.Kennedy 他把临床上遇到的问题丢出来 要学生试着降低倒尿管患者 发炎甚至洗肾的困境 我一开始最想是希望可以有 用神经刺激的方式可以解决 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团队里面 也想了很多大概 我们那时候列出大概100多种 不同的解决 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些病人的问题 这些是科医师在传统的模式 我能够在职务15分钟 但真的不能够进入 他们在日常生活的问题 当我们跟学生的接触的时候 他们会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不太敢去上厕所 他们就说因为他只要拿出这样的东西出来 同学会觉得他是很怪的怪人 在经过评估之后发觉 其实病人他们要的病不见得是 真的高科技的产品 他们是希望可以让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 可以不用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 跨界的一堂客诞生了一家公司 42岁的宏伟珍勇敢告别 人人称献的外科医师 创立了雅拓医疗 他和NAMA把传统导药馆 改良成饼干大小 外形剖酷的新设计 产品通过美国FDA测试 准备明年进入市场 我认为他非常敬认 他在追求他的梦 而且有更大的预想 不是只能影响 他在工作和工作 但基本上 产品的产品 他在用了一些东西 他在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在生命中的一部分 跨領域的團隊 手作的工具寬闊的空間 在宏偉珍台北的辦公室裡 依然找得到Stanford 影響他的創新三元素 原來Stanford創新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擁有許多 世界第一的學生 而是他打造了一個 讓頂階人才拋棄過往成功 重新歸零不斷學習的環境 提供資源讓人才學得快學得好 這才是夢幻大學背後的秘密